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岳谦 好 我的slogan里面 有另外一条 就是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为什么要定这样的一个标题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新闻 你从不同的角度 去分析它的时候 你看到的可能就不一样 也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看新闻 我们就这样看下来 但是问题就是 新闻它后面的故事是什么 因为当记者去采访 或者是在国际间 发生大事的时候 这些当事人 或者是这些政要 或者是这些国家 或是政府 其实它很有可能 它会掩盖 它的真正的动机 所以它释放出来的讯息 跟它的动机 可能不见得是吻合的 或者是它会用一些迟早 来去修饰它真正隐藏在里面的一个动机 因此 我的工作之一 我就是认为 把它的真正的动机找出来 把它要隐藏的东西 把它找出来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由于一个事件 你要怎么去解读它 它就涉及到 我们是从什么角度切入的问题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可能站在美国人的角度 那么看同样一件事的时候 有利于美国人的角度 你就会这样写 如果你是法国人 你会朝 有利于法国人的角度这样写 因此在这个新闻里面 当英语占主流社会的时候 很多的事情 权是权 解释权 就在英语的世界中 换言之也就是 对美国人来讲 对英国人 加拿大 澳大利亚人来讲 它当然就更便利了 为什么 因为它用的是它的母语 它用的是它的母语 得心应手 一点困难都没有 所以它就掌有发言权 如果你是用法语的 那法语如果是小众 那对于法国人来说的话 它要掌有发言权 它的难度就升高了 那现在中国大陆呢 中文呢 中文由于人口越来越多 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 由于它到目前为止 它还没有习惯掌握 就是完全用中文来发言 也就是说 您如果到美国 白宫 去出席记者会 您会发现 白宫 不见得会提供翻译 一般来讲 它是不会提供翻译的 它就直接讲 英文 因此你派驻到 美国的这些记者 必须英文 要非常的 流利 要掌握的能力 要非常的高 可是如果你到 中国大陆的 这些 记者会 或者台湾的记者会 您就会看到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提供翻译的服务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派驻到这些地方来的记者 中文常常就不怎么流利 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你就没有掌有足够的话语权了 因此 掌有足够的话语权 就必须要完全的使用自己的语言 也就是说让这一些外国人 到你的国家来的时候 他必须要通晓你的语言 当他要通晓你的语言 他对你的文化的学习 就要花更长的时间 而且要学得更精深 他才能够掌握每一个字 每一个成语 每一个词的一个精神 跟精髓所在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就可以知道 掌有话语权有多重要 掌有新闻的解释权有多重要 所以当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是要站在我们中华民国的角度 站在我们是中国人的这个角度 来去解读国际间所发生的事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新闻 也可以这么看 写下我们的slogan里面 就是常常提醒我们 我要站在我们是中国人的角度 站在我们中华民国的角度 来看问题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站在中国的角度 看问题 才是我们要做的事 不要忘了 宪法主张 我们是要统一的 所以 谁反对统一 谁就是违宪 要清清楚楚 中华民国宪法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就是我们要统一 当我们的领导人 要宣誓 读的面对国父遗嘱 宣誓的时候 不要忘了 他也说 鱼自立国民革命凡事十年 其目的在追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中国 不要忘了 我们都是中国 这一点弄清楚 除非你总统 以后就不要面对国父遗像宣誓 清清楚楚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纳月谦 我在五次觉醒 好 如果我们的好朋友 想多看 纳月谦的视频 麻烦您到YouTube 点上千秋论 您问千答 就可以看到我更多的视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